嘿我是安妮哥 歡迎回到我們的原味生存 大家幸運快樂 嘿那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幾乎是已經把那個村莊給完成了啦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造一下裝備囉 你看我們現在的裝備其實都還蠻爛的 除了這把稿子幾乎已經是頂了以外 其他的像我們身上的裝備都還蠻爛的 那甚至這個我發現它竟然沒有耐久 天啊 好不好今天我們要來造一下我們的完整裝備 要至少有個保護4耐久3然後一個修補 今次的話我記得我應該是沒有刷出那本附魔術的 所以這可能附不到 那在我們上次蓋完之後 我在村莊裡面遇到流浪商人 那這個流浪商人 他有賣這個海險方塊 我就跟他買了10個 然後他就不能買了 我原本想要多賣7個的 那這個的話我等等會先收著 之後的話我們就可以來繁殖一下這個海險 我記得可以撒酷粉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呢我已經準備好兩個戒符盒裡面有放上紙 還有這個綠寶石和書 那紙的話呢就是我們那個甘蔗雞 它慢慢生產就生產那麼多了 再來是這裡呢 則是有一些綠寶石還有書 書的話是從那個之前的藥塞獲得的 那綠寶石則是我這陣子其實都有在跟村民做交易 對先弄一些綠寶石出來嘛 那我們就先來村莊跟他們交易一下吧 啊這個我們有說嘛 要來拉一條鐵路到我們的村莊裡面 這個的話我們到下一次再來用吧 目前有一些想法的 為什麼這裡會有個難告 現在才發現 哈哈哈哈 現在啊這個莊園裡面 已經有生了蠻多村民的 然後已經有鐵巨人了 欸對如果各位啊 喜歡這樣的系列 喜歡這個圓圍生存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啦 那也可以留言告訴我一下 你喜歡這樣的影片喔 那每天下午6點8 我們都會跟圓圍生存記得一起來跟首播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直接讓我們村莊中心點設置在這邊 這裡有放一個鐘 那他們我也確定有任何這個鐘了 所以咧 他們每天會有固定時間會集中到這裡來 那如果他們食物夠了 欸就會生小baby 欸就會有更多村民出來了 那這邊的話 因為人數已經夠多 所以開始生鐵巨人了 在底下的話 應該有一些無業遊民 照理來說會有啦 這個我就不確定了 然後應該也會有一些小村民啊 欸就會待在這底下 小村民幾乎不會上去 之後呢我應該會來 多放幾種空座台在這邊 那之後有需要用到那些的交易項目 就可以用了 因為我後來發現家裡面這裡 有點小問題啊 我們先來講一下好了 上一次我們來做的這個東西啊 我們之前有提過吧 村民之間會做交談啊 那他們交談的過程當中呢 欸就會讓我們 在這個村莊的聲望做傳播喔 有可能是好 有可能是壞啊 就假設我跟他們交易 然後讓他們升級的時候 欸這個聲望就會增加喔 那他跟沒人交談的時候啊 我們在那隻村民身上 那個聲望值也會增加 我不確定是不是我的問題 但目前我做了好幾個測試 都沒辦法成功達成這件事 所以啊我們這個入口處 我就直接乾脆用鐵鏈啊 這樣把它擋起來 這樣村民就沒辦法進來了 因為進來其實有點麻煩啊 再來是這裡呢 欸我又多做了兩台這個機制 然後有稍微裝飾一下 那這兩隻村民呢 他的交易內容都是用修補喔 那我有用只跟他們交易過一次 所以他們現在交易永遠都會是定性的 這裡共有兩隻啊 一般萬一啦 兩隻都是 好 這隻不是修補 他是絲綢 啊青菜啦 哈哈 那我們就跟這隻交易就好啦 這個的話 因為已經有治癒過了 所以他的交易項目已經有下降了 那個價格 所以咧 我們先來跟他換個基本修補 我們一共會需要身上的四件裝備 還有身上的三個工具 還有一把劍嘛 這樣算下來應該會有八個 再來另外的話 我還要多準備一把鑽稿 因為我自己習慣是 我會有一把絲綢稿 還有一把幸運稿 所以我們一共要有九本的這個書 所以我們一共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OK這樣應該就夠了 那順便讓他升級一下吧 剛剛那個經驗值應該有增加了 這樣就有開始下一個 下一個是輕盈耶 感覺還不錯 我好像沒有用到輕盈的村民 這裡的話 一共十隻啊 我都有分別在他的前兩樣交易項目上去做篩選 那像這個就是最高等級的鋒利 那我這個的話 我應該是有在他面前殺到村民過 或者是打到村民過 所以他們價格有些的 還蠻高的 這個的話是耐久三耶 我們一樣會用到好幾本對不對 我們先把紙給換掉好了 好啦 經過了一小段時間 我把我會需要的所有附魔術幾乎都換完了 九本的修補 然後九本的耐久 剩下的話則是各種我可能會用到的 欸 就是可能等等啊 我們會用到的 那我都換起來了 再來就是 因為 我發現 其實他們似乎是 還是會交流到這裡的村民 但是景仙外面這群 永遠都傳不進來 然後我剛剛也有試過了 假設我在這裡面放好幾隻村民 讓他們有機會跟這幾隻 痾...治癒過的村民交流 那他們會不會把這些神王傳送過來 那當然試一下也不會 那我還有試過呢 是把這隻村民移過來他的旁邊 那這隻村民依舊沒有改變 他依舊還是這麼貴 所以我越來越不了解他這個傳播的機制 所以我覺得我很有可能之後會再另批一個交易所 因為這個真的太不方便了 我沒辦法讓他重置 我用了好幾種方法了 我甚至現在有在想要不要引一隻殭屍進來 趕快把他這些重置 不然這些真的超貴的 那我這些綠寶石 其實光是靠這裡面的交易 是沒辦法交易到那麼多的 所以我後來是有用胡蘿蔔跟他們交易 反正我們胡蘿蔔幾乎是無限嘛 對不對 我們只要有谷本就有了 然後我又跨很久了 對啊 我們谷本超多啦 根本就不怕缺 然後其實上面我還有養好敵屍村民嘛 那我後來是只剩下六隻了 那這六隻我分別是有工匠 武器匠還有裝備匠 那這邊是裝備的 我原本是想說我可以直接用這邊的 來去疊我們的裝備 這樣我們就不用耗那麼多鑽石了 可是我發現 這個要刷到一個好的 也是有點困難 因為這個我們之後再來好了 好啦 我們直接來到這個經驗塔旁邊吧 這也是我少數可以獲得經驗的地方 那有一次直播我把開口換成這邊了 這樣子我們比較好去看喔 對 那我這邊有帶父母還過來 因為我是想說直接這邊用比較快嘛對不對 那我們先把胡蘿蔔給改一下位置 我把它插在這裡好了 順便讓他慢慢的剩一下這些經驗值 哈哈哈哈 已經比較苦痛了 他們直接叫經驗值好不好 剛剛啊 我們在跟村民交易的時候 其實也是換了蠻多的這個 書櫃了 因為我需要結束他的交易項目 順便看一下啦 反正都要交易了嘛對不對 那有關於那邊的問題啊 我覺得我之後 再把他們給弄出一個新的交易說好了 我覺得那個宅地之後就變一個裝飾而已 那有可能是讓我們的車子從那裡出來啦 就是我們之後的那個列車啊 入口處應該就在那邊了 那我先把書櫃是哪一個啊 是這個嗎 對這個是附魔書 這個嗎 對這個是書櫃 那我們把書櫃給放出來 我後來也有發現耶 他們可以交易告示牌 啊不是告示牌 命名牌 超讚的耶 這樣子我們之後就不用再去到處探險啊 去拿那些東西耶 OK 再放一個 沒有對稱 大家不要介意哈 那這邊的話 我先來把 身上的這些給 啊我沒有效率耶 好沒關係 效率的話 我沒有刷到村民有這個附魔書的 之後我們再直接用疊的好了 這裡我要把這個放在這裡好了 然後因為等等邊打順便邊修嘛 那我就先把這個可以敲上去 再來是這個也來好了 啊就全套都敲了啦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然後還有一本是這個稿子的 但這個稿子的話我們要先附魔 但我忘了帶青金石 我這裡有嗎 沒有 我在想什麼 我們這邊要先做斧頭和鏟子嘛對不對 來斧頭一個 鏟子一個 然後鎬子可能等等也要一個 因為他絕對不會一開始就有效率5 所以這邊再做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等等要直接用的劍 那這裡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劍能不能直接 我沒有經驗值 北七 好了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敲吧 這個放下 然後開始CP 為什麼已經這麼多了 我剛才不是才回來沒多久嗎 而且這個數量好像有點扯對不對 嗚啦 各位 我們全部的裝備 在剛剛 都做完了 喔 終於 我們全套修補了 來喔 剛才花了還蠻久一段時間的 我就在這邊一直瘋狂的刷紀念池啊 然後今天夠了 就去弄這些裝備合成起來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全套 都至少有保護4 耐久3 還有修補喔 那靴子的話比較特別 我特別幫他附了704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比較不怕摔傷啦 那除了這個新影怪 還有這個頭盔原本就有的水中呼吸2 我在想要不要讓他變3 我記得好像有村民有水中呼吸2的附魔書 那這邊的話 這兩把鏟子是多的啦 對因為我要疊東西嘛 我疊不到效率 就是他一直不給我 臉黑啦這樣 呵呵呵 那這邊的話 我們劍的話是有耐久綠爐修補風力 再來是 鎬子的話有兩把 一把是耐久效率修補 還有一個幸運的 那這個的話是絲綢的 剩下的話這個鏟子的話 他剛剛好給了我幸運3 所以我就 好啦就順便吧 沒差 那這邊的話是 斧頭他我多給了風力 給他一個風力武 這樣子我們打怪的時候也是可以用這個 因為我自己很常會用斧頭來做打怪 相信大家都已經有注意到了 我是不大會使用劍的人 為什麼我需要經驗了 那裡還有卡著是不是 那我們之後 裝備要壞了 我們就可以回來這邊 然後在這邊看 這個效率真的是幾號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原本以為這個東西是很簡陋的 結果沒想到 還不錯 剛剛還有把他拉到他的偵測範圍之外 然後他就會狂生這個毒攻 所以我剛才在打這個經驗值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卡 經驗獲取還是蠻快的啦我覺得 唯獨比較麻煩的就是 很容易爆香 之後應該還是會來修改一下這個塔 而且還有這個入口也是有點麻煩 這個入口我們可能要在另外建造 然後可能會 拉一條礦車軌道過來 這樣比較方便 這個的話我們就先暫時放這邊吧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挖出去吧 不是不是挖出去 挖回去吧 這三個建物盒還是很重要的 我目前就這三個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全套完美裝備 也沒有到完美啦 就是我們目前的神裝 對我來說已經是神裝了 那接下來 我可能會再來去弄個玉髓之類的吧 把這一套都升級一下 對現在鑽石裝聽說已經爛掉了是不是 好像玉髓裝比較強喔 那我目前自己完成 準是還沒有做過玉髓裝的 所以 看來是可以來挖個玉髓啦各位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 點個讚 按讚還有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 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猜你給我們下一次影片 再見囉 掰掰